大家記得登記 YouTube 再開始看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新成財經台 YouTube Channel 又回到即時搏擊的時間 直播室有Johnny 亦有豪德 亦有豪德的同事Stanley 跟大家分析一下板塊 不過豪德好像今天拿了袋子準備走路 不是走路 我打算去健身 因為上幾次我試試拿袋子 你們都以為我去旅行 我沒那麼快 剛才我跟朱志剛 有問我是否去打牌 我還沒那麼快 衝槍之左右 大家記得我要每日會講句一下 大家想去 支持你吧 我去一個合法打Poker 四家網站 大家有跟蹤我的位置 十月內 重量之左右 我再去休息一下才去打Poker 幫你打氣 先幫港股打氣 好了 今天Stanley 跟我們繼續說消費板塊 不過說到消費板塊 剛剛過去的國慶中秋黃金周 內地很多人寧願把錢花去喝喝吃吃 但喝喝吃吃那方面 整體的增長又不算很多 甚至很多人去了旅遊 整個行業 今天特別要拿出來分析一下 Stanley 今天跟大家說白酒 好 先說分開兩界 一開始就會說一說行業的情況 另外就是 近來就好像比較好的幾隻個股 這樣的一個步驟去說 先說行業 關於中秋方面 整體 近來其實都很多渠道的call 因為近來有一個國內白酒的糖酒會 所以我自己也聽了十幾二十個 有沒有喝過才可以的 近來沒有喝過 酒通常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太特別 醬香 通常都是那種味道 白酒都是醬香 不是啊 白酒有分幾種的 龍香醬香 那我覺得茅台是龍香醬香 醬香 那五涼液呢 醬香 龍香 很明顯我不喝五涼液 很明顯 Johnny是少喝酒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國情比較熟 但酒喝得比較少 我叔叔喝酒多他們喝水 我都有喝醬香 咖啡也有喝過 幸好有Stanley在這裡 否則又說我老點你 真酒呢 真酒是你的題目 真酒是劇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先說回行業 中秋來說是一般的 不同的地區都是港幣 大約在10%左右 就增長 差的一個位置 10%其實都可以 如果整個行業被說過 但是差的一個位置 就是今年的批發價 其實在中秋期間 其實是少幅下跌的 但是自從這個官場文化沒有了之後 可能消費都少了 對 官場文化可能其中一樣 加上就是今年的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的時候就自然少了 工也沒有了 特別少了送禮方面 可能這些客人 當他們沒有花那麼多錢的時候 你就可能手緊一點 可能不送白酒 那就不送其他 所以今年的情況 比較差一些 加上就是 為什麼這些批發價跌呢 就是 經銷商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 開始要擔心明年的一個 新的位置 就是走商通常每年都有新的位置 可能一月份 或者十二月底的時候 就說明年增長多少 也都要理經銷商去貨水 所以他們就是想看到市場不太好 第一一下就可能減價 就去收回一些水 就是收回一些錢 之後就再去明年 至少要明年 酒廠要你給一些訂金的時候 他有錢給 就是要先去負存 分銷渠道和批發渠道的負存 起碼是減少了 所以今年的經銷商來說是很差的 因為就算你說最大 剛才提到五兩日的 最近也提到一些經銷商 就是開始蝕錢 就是做經銷商賣 就是開始蝕錢 所以就 但是他們都偏向是會繼續做的 因為就是始終 如果他們一放棄了那個經銷權之後 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落得反 因為始終你做整個區 或者那個小的一個 城市的一個經銷商 其實你那個賺錢能力可以很多 所以短期上是一個 短期的一個蝕錢 他們都會繼續做 所以就整體來說 你說行業來說 就不是說特別好 你說個股來說 其實在那些不同的職業裡面 都有提到個股 是相對上在那個環境不太好 底下其實都可以的 其中一個地方就是安徽 安徽其實這幾年都會繼續好 所以大家未必有一個太大的驚喜 安徽就是 最主要的SORRY 都是保持著新能源汽車在那裡設廠 令到本身的人 開始喝 本身喝了百多元的酒 之後他就開始喝了兩百多元的酒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消費升級的情況 如果其實這個消費升級來說 其實都還有空間 因為如果你看回江蘇 即是說在安徽旁邊 其實他們的平均是喝三五百元的酒 平均最主要的 安徽都仍是兩三百元 雖然未來仍是有空間的 但這個純粹是一個比較長期的 而大家也都亦都期望了這個 消費升級 白酒的消費升級 是啊 安徽裡面最主要的就是股政和贏價 但是 幾多個 股政就是00596 贏價就是603198 A股 對兩個分別就是 最主要股政的市場是比較大 但大約在省內 市場上有25%白酒的市場 盈價大約7%的市場 今年最大的概念就是 股價表現在盈價上有很多 最主要是今年開始有市場認知到舊 開始舊的時候 開始可以獲得股市場的分享 因為本身如果他們驅銷去一些宴席地方 或者酒店的一些地方 其實他們不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他們的品牌力不夠 就是說盈價相對上是在股市場 今年就開始 他們會接受盈價在高級的餐驗裡面 都會OK 簡單來說就是你給得夠深的折頭 就OK 所以他又打得多 回扣嘛 所以就是回額多 其實現在他們大約買一支 盈價就等於買兩支股市場的利潤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刺激性 在省裡面比較 消費升級 加上就是他們裡面會搶別人的市場 但是這個 這個是比較長線一點 這個可能要等他回調 之後再想幾次補儲 今年以來 盈價就升了一成八 相對地 另外一支股市場的升幅 只有低單位數字 百分之二左右 甚至乎可能會有機會倒跌 另外 我想第一次說一下 在電話裡面聽得比較多 就是 大家覺得今年的消費更多 就是山西份酒 號碼是600809 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先說回自己本身是什麼 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它大約是四成的 收費就在山西省 另外那些就在山西省以外 它的品牌也有名的 杏花村、竹葉青 先說回山西省裡面 山西省裡面其實就是 今年開始 經濟會比較好 因為 煤 就是8月份的時候 明顯是 9月份的時候開始提升 又捨得喝酒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 裡面會捨得喝酒 如果你看回這個批架 其實它是唯一一隻白酒 即是說在這一個月左右 批架仍然是升到的 其實批架仍然會 無論是經銷商或渠道商 一定想賣你那隻多一點 因為你本身的成本是一樣的 但你批發價貴了的時候 你的margin 即是 spread 會變得大了 所以它更加會想推出這件事 除了這個本身的省內之外 因為受惠的煤之外 就是 這個中秋之後的召喚 比較多在山西省以外 即是說在 我聽過的江蘇省 或者在一些東北地區的召喚 或者在一些 他們提到華東和華南 就開始 就 多人喝它那隻青花20的 是 之前就是 最主要它在省外面 就是買波芬的 波芬就 大約是一些8多元的酒 其實他們本身打的一個戰略都是這樣的 就是 首先把一些便宜的酒 在省外賣出去 之後 當他們有一個渠道 他們本身在你的市場裡賣東西 之後再去推 逼你去推薦的 逼你去推一些貴一點的酒 即是 配貨 如果你要幾支波芬呢 那你就要拿一些青花的 今年 即是在中秋裡面 其實他們聽得比較多 就是開始做這件事 所以 它開始加大 在省外面 一個清花的 一個 布局 令到 明顯就是 當你推銷得多些 貴的酒的時候 你就會那個 那個 毛利率又高一些 或者是收入增長會快一些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 在省外面 都是一個 消費升級的一件事 加上省內面 都是 相對上 經濟沒有那麼差的情況 所以 白酒裡面 在整個市場 是比較差 底下 是比較特別的 白酒 整個市場 我們看看 ETF 都可以反映得到 因為白酒的ETF 今年基本上 都是上落格局 都是向下走 所以 在這個行業 大家要買 就買個股 好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 買到貴州茅台 五兩億這些龍頭 兩隻龍頭都好像慢了 今年就不炒龍頭 炒地區 對 因為整個經濟來說 都是比較差 消費的 對 尤其是送禮那些 其實最主要就是 摩在八百字一千元 其實就是 所以你大那幾隻 都會比較差 即是說 五兩億 和龍舟老舊 會比較差 貴州茅台就比較特別 特別一點 就是因為大家 其實 暫時說 還是供不應求的情況 雖然說 批價有少許跌 其實那個跌幅 都不是說 真的那麼大 所以大家 經銷商的利潤 都是很高 在貴州茅台的情況 好 還有一點時間問 有沒有跟回港股 就是6979真酒里道 6979真酒里道 最主要 近快點叫 就是 其實他們今年的 銷售人員的佈局是多的 即是說 加了很多銷售人員 那就賣得多一點 想去賣多一點 但是實際上 那些董銷 其實就未見到 披抗著 即是說 他賣得多給一些經銷商 即是開發了多些經銷商 即是 但未買到銷貨 即是 酒廠買到經銷商 是多了 但是暫時 消費者方面 就好像 未見到一個很大的 所以 都是一個 暫時觀望 好 今天謝謝Stanley 和浩德 大家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新城財經台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 出策 新城市 典 飛行 現在 借 insightful 我們 如果你 是